征服一个女生最好的方法是什么呢 告诉大家一个扎心的真相 就是你为一个女人付出的越多 往往最后你就会输的越惨 所以你想要驾驭征服一个女人 那你就一定要做到这三个不要 第一个 你不要对她暴露你的那种高需求 那作为一个男人 你深爱着一个女人对她好 但这个前提呢 是女人同样也对你很好 很爱你 当女生还没有喜欢上你 爱上你的时候呢 你就去做这些 你给她的爱 只会让她的眼睛长到脑袋刮上面去了 那她走起路来 她都是昂首挺胸走路带风 她变成高高在上的女神了 而你在她眼里 其实就变成了滴到泥土里的尘埃了 看得见摸不着 也没有什么用处 那你又说了 那就花点时间 多对她嘘寒问暖 管着她点 好好看着她跟谁待在一起 要不就是每天每夜的满脑子 琢磨她的心思 一副失态入命的样子 我告诉你 但凡你这么做了 她就一定会觉得 你离不开她了 她也觉得自己吃定你了 你这相当于是什么呢 就是自己给自己挖了个坑 把女生放在你世界的第一位了 正确的操作是什么呢 对待女生 心态要稳 行动要狠 该玩的时候就去玩 该赚钱的时候就去赚钱 该社交的时候就去社交 不管什么事情 先把自己放在第一位 那这个时候 女生可能就会意识到了 你也有你的高价值 你也有自己的生活 往往这个时候 女生她就会害怕失去你了 从而就会开始珍惜你 那这个行为呢 其实说起来容易啊 但是做起来吧 说实在的也确实挺难 你就必须得这么做 如果做不到呢 你可以来找我 第二就是要让她提高 对你的沉默成本 让她呢在你身上哈 花时间 花精力 让她呢为你投入感情 最后变成那个 对你朝思暮想 也不能昧的那个人 很多大兄弟呢 在这件事情上面 其实都搞反了 又是对女人掏心掏胃 又是给她们掏钱包 无底线的妥协 去顺从去讨好 结果自己就是腹水难收 夜不能昧的 你要记住 人性呢 她就是生米恩斗米仇 你给无底线的对她好 其实呢就相当于 是给她递了一把伤害自己的刀 第三点 也是最重要的一点 那就是不要害怕失去 那么为什么很多女生 她都能够在感情里面肃习蛋 哪怕她月薪只有三千 但还是瞧不起那些月薪过万的男生 甚至她还敢对你 横挑鼻子竖挑眼的去嘲笑你 那为什么呀 那不就是因为 她觉得你配不上她吗 然后她就自以为 自己又年轻又漂亮 那肯定有的是男生追她 这样的心态呢 就会导致 她老觉得自己肯定是有一些退路的 就觉得不跟你在一起 我还能再找到更好的对象 毕竟她身边但凡有几个舔狗 她就会忘记自己原来的样子 她没有想过 为什么她身边那么多的追求者 她还不答应人家呢 那不就是因为 她瞧不上人家呗 她跟你说呢 她有很多个追求者 那其实无非就是在 抬高她自己的价值 好让你多对她好 为她多付出 所以说如果以后 有女生再跟你说这样的话 那你就反问她 那你为什么不嫁给她呢 她肯定就会说 看不上啊 那你看不上 你拿来跟我说个屁啊 她可能呢 就会又说 回头降低下标准 说不准就嫁了 大学们 放心 她但凡以后就算是真的嫁了 她也过不好 过不了多久就会离的 这个就是她自己认知不清 也不懂感恩 会产生的必然后果 如果你想学习 跟女生聊天的技巧 想吸女生 让她倒追你 或者有恋爱追女生相亲了 和方便的情感问题需要帮助 那就添加我的微信 CXX5388 老公祝你 入微信其他话 请看我最新视频的结尾 请看我的最新来集放手 拜拜